今天來上第七課 那第七課我要教大家一個 新的Predition Function 叫邏輯適合規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到底 新的Predition Function可以做什麼事情 就是你應該已經知道了三大步驟啦 就是提出預測函數 提出損失函數 利用T度下降法優化 那 這個就是求解的意思啦 只是說我們之後可能都會強調T度下降法 這樣可以 那 這個預測函數跟損失函數目前我們只有學過一組啊就先進回歸 Y等於 Beta0加Beta1X1加Beta2X2可能可以一直加下去了 目前我們只有一種 預測函數 那我們現在 對於那個預測函數我們已經提出了說 他的損失函數 可能是怎麼去建構的 那我們現在要來 我們從這節課開始基本上都在增加 預測函數 的 就是 的多樣性 讓大家面對不同的資料的時候可以擁有不同的預測函數 來做預測 好那我們將開始邁入二分類問題 好那我們的二分類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的Data本來是預測 假如說用爸爸的身高預測兒子的身高 這個兒子的身高啊他其實是一個連續變相 對不對聽得懂我的意思喔 好那那個 至於那個 那個就是你要拿來預測就是那個字變相 他是連續變相還是類比變相那其實不重要 他如果是類比變相的話 超過三個類比我還要把它改成什麼01啊之類的組合 對不對前面有前面有交過 好那我現在如果的奧康 是有疾病跟沒有疾病 那 他按照道理是不是應該被coding成0跟1 就是0就代表沒有疾病 1就代表有疾病 好那我現在啊 呃我們現在就要提出一個 方形 提出一個prediction function 來去描述 這個 你的x 就是你的這些 variable 跟你的alcon的關聯性 那這 這個 在做二分類問題最常見的方法就叫 邏輯思回歸 這個邏輯思回歸啊我們先看一下他的式子長成什麼樣子 那 然後 我們先大看一下我再教大家了解 他的標準式子是長成這個樣子 好我現在highlight的部分是他的標準式 他的 這個右手邊等於的右手邊是什麼勒 β0加β1x1 這是不是跟線性回歸完全一樣 所以他的右手邊是完全一樣的喔 好但是他的左手邊不一樣 做線性回歸的時候左手邊就是y對不對 左手邊就是y 那y 請問一下y的值余是幾到幾之間 有沒有人要回答了 y 在做線性回歸的時候 這個y等於β0加β1x y的值余 值余是什麼知道是什麼意思吧 值余範圍在哪裡 哪一個區間內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時速 整個時速域 沒有錯好不好 來那個 均衡等一下給他加分好不好 好整個時速域喔 就是負線大到正無線大 都可以對不對 因為右手邊這個組合 在我不確定 β0β1跟x的時候 我現在才在提出function set嘛對不對 這三個數字都不確定了 他其實可以預測出負線大到正無線大所有數喔 整個時速域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現在問題出來了可是 你的outcome在我們做二元分類的outcome的時候 我們的 我們的outcome要嘛就是0要嘛就1 所以我現在必須要想個辦法 把右邊這個預測的值余 在負線大到正無線大之間的值余 把他壓縮到 0到1之間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 你壓縮到0到1之間 我就可以用這個數字來去 來去說 喔這個 他可能 有多大的機會是1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如果理解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把負線大到正無線大之間的值余 來進行壓縮到0到1之間呢 我們手上有很多工具 你現在在這邊已經看到了 人家提出來的公式長什麼樣子 好 他的方向啊跟我們想的不太一樣 他是先從P的角度來思考 P是一個0到1之間的數 我們現在先定義喔 就是 這個是 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邏輯水龜想要建立的是 機率 機率就是1的機率 0跟1 你的outcome是0跟1 1的機率 和 這個 這個x的關係 那這個機率一定是0到1之間的數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那請問一下P 是0到1 那P除以1-P他的值余 是不是就是 這個 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0到 正無線大 可以接受吧 好了 最大的狀況下就是 1除以0 對不對這是正無線大 可以接受吧 那0的時候呢 那他就是0嘛 所以 P除以-P之後 他的值余範圍是不是介於0到正無線大 這個時候我再給他取LOG 來那 那1以下的數字取LOG 0到1之間的數取LOG 他的值余是不是就是 負無線大到0之間 那 1以上的 1以上的這些時數取LOG 是不是就是 0到正無線大之間 所以 現在 經過我們的一個 我們把P 機率這個東西 0到1之間的數字 進行一個 值余的轉換以後 這個值余的範圍就是 負無線大到正無線大 這樣可以同意嗎 所以說 現在這個式子就應運而生了 我們在我們描述 樣本機率 樣本是Positive的機率跟 我們的 X之間的關聯性 就被定義成這個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就叫 邏輯思惟歸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你們現在已經知道 他是怎麼被 發展出來的 我必須跟大家講這件事喔 如果你今天 認為 這個方程式 你不喜歡 你想要用 其他的方法 來把左邊 整理成 負 就是負線大到正無線大 那也沒有關係 你還有很多方法可以 可以做這件事情喔 舉例來說他本來是0到1嘛 對不對 他本來是0到1 那你可以先 呃 舉例來說 你可以先 呃 我現在隨便想一下 舉例來說你可以先 減個 0.5啊 然後再幹嘛幹嘛的 那最後 反正你這邊 左邊的式子怎麼寫都可以啦 這樣可以吧 好啦我暫時 就是暫時一時之間 我也想不太到 太多的方法 但是 這個邏輯都是通的喔 你一樣 你提出你的式子之後 你一樣可以去解 就是你如果 後面 損失函數你也提出來 那你也會去解他的 微分方程 那你一樣可以用T度下降法 去求解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現在想要跟你強調的是 這一套叫邏輯思惟歸 可是 這個樣子 並不一定 你要做二元分類任務的時候 並不一定要被邏輯思惟歸給限制住 這樣懂我的意思喔 好那你現在了解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可是這個式子的寫法 這個式子的寫法在右邊是很標準沒有錯 可是這不是我們 習慣的那種 標準的寫法 我們習慣的標準寫法應該是從P開始的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P等於什麼東西 這才是我們習慣的標準寫法 好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先把這一大串 這一大串 當作叫LP 就是 你把 因為這個等於這個嘛 所以這三個 我們把他給他一個代號 就LP LP叫Linear Predictor Linear Predictor 這個東西的組合 叫Linear Predictor 這樣可以 Linear Predictor 跟P的關係 你把他做一些移項就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關係式 從這裡到這裡 我跳過了這個過程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移項 兩邊一起 Exponential 完了以後 兩邊一起 Exponential 完了之後 這邊是不是 1的LP次方 等於P除以1-P 你把1-P 兩邊一起乘以1-P移過來 然後把P 跟P有關的地方移 最後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這個都不解了啦 好不好 你有興趣可以解一下 但是 這個 我們跳過應該不會影響 我們後面的課程 好那當然這個LP他是 B0加B1 乘以這個 X码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LP展開 他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 邏輯思惟規的標準方程式 是長成這個樣子 P 這個 P等於 1加上1的 -B0 減掉 B1 乘以X 1 這樣的一個觀點性 這樣可以吧 如果你同意了這件事以後 這個是我們定義出來的式子 就是前人 創造出來的式子 邏輯思惟規 好那下一步 我們現在就要來 我們現在就要來 試著做做看邏輯思惟規了 同樣請你先把Data讀進來 Data讀進來之後啊 我們先來試著用R語言裡面的 內建函數來做邏輯思惟規 就是我現在還不知道他要怎麼解 但是我先 隨便用一筆資料讓R語言裡面的函數幫我們做 他的做法是需要用到GLM這個函數 GLM的全名叫 Generalize the Linear Model 那你聽不懂這三個字沒有關係 反正 你只要記住做邏輯思惟規的時候就是要用GLM 這樣就好了 那 我們要怎麼下邏輯思惟規的指令 首先我們要先找到一個0跟1的類比 那個類比變相 那我們在這裡使用的範例是 LVD 這個LVD你看他的Y他是不是就是0或1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的X呢我的X是AGE 我的X是AGE 那接著我就要建立Y跟X的關係 然後我這邊下了一個指令叫FAMILY的BINOMIAL BINOMIAL就二元分類的意思 這樣可以 那我現在看一下我們的結果 我們結果說 他的 結句是 -0.3 斜率是0.0016 好 如果你同意這個結果並且 凡的是程式算出來的嘛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來解解看他 到底要怎麼解 並且前面這個方程式你也同意喔 前面這些方程式你要知道喔 他是不是就是被填在BETA0跟BETA1的地方 可以接受齁 那所以他的預測方程式是不是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我剛剛根據我剛剛算出來的結果 -0.3 0.0016 -0.3 0.0016 所以 這樣的一個方程式在描述什麼事情呢 AGE跟LVD之間的關聯性對不對 -0.3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 這個方程式 可以被換成這個方程式 這是標準形態吧 這樣你應該也可以接受吧 我剛剛 就是前面的那邊我只是把他用過來而已啦 所以說假設有一個人的年紀是60歲 假設有一個年紀是60歲 那你是不是就把60歲帶進來 這樣就可以了嗎 你把60歲帶進來 你把60歲帶進來你就會發現他的P是0.4473474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一個60歲的人 他有LVD的機率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如果 一個80歲的人呢 你把他帶進來 或一個100歲的人你把他帶進來 他的機率 這個機率看起來是不是有上升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你應該可以同意啦 就是至少這個方程式算出來 這個edge越大 這個發生的機率就越大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要怎麼去解釋這些 細數 其實edge回歸係數0.001626 這個並不好解釋 好來實際上正確解釋是什麼 我這邊寫下來 就是 如果你以後做邏輯式回歸 你看到了這個參數 你的解釋正確解釋方式 是 Edge每提升一個單位 Edge每提升一個單位是不是這邊多了一個單位 那你有沒有發現這邊多了一個單位代表是他的指數項 必須要減一個數字可以接受吧 必須要額外減一個數字 他的指數項額外減一個數字 代表是不是 在指數外面要乘上的數字 或者除上的數字 可以接受嗎 可以同意吧 那好 所以說 你必須把他描述成 Edge每提升一個單位他的勝算比為 1的 就是你還是要先把他指數化 玩的 答案 要求出來嗎 1的0.0001 62648 所以是1 Edge每提升一個單位他的勝算比是1.0012627倍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個解釋你要了解喔 因為你要你非常清楚他的整個運算邏輯了 所以你要知道這是一個指數化的一個運算喔 這樣可以吧 他的加減 是在指數 指數項 所以說他實際上的Effect跟P的關係 是在 是用 乘除的喔 這樣懂我意思喔 好 如果你同意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你同意剛剛我們的這個方程式 好現在我們假設 這個beta0跟beta1是未知數 也就是說我現在要開始解 我們的三個步驟了 預測函數 損失函數 T度相反 我現在要提出損失函數了對不對 好 好那請問一下 你的 預測 值是不是就是P P是借於0到1之間這個沒有問題對不對 那你的Y長成怎麼樣 你的Y就是0或1嘛 對不對 現在你的Y只有0 要嘛就0要嘛就1 所以他可不可以用 他可不可以用 線性回歸的 損失函數 線性回歸的損失函數是什麼 Y減掉P的平方 Y減就是你的預測值減掉Y嘛 然後這就是殘差對不對 殘差平方和 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當論你的Lost function 有沒有人要發表意見的來開放大家加分啊 有沒有人要發表意見啊 你可以回答說這樣可不可以 那如果可以的話有什麼問題 如果不行的話他為什麼不行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你想講話嗎 你沒有想講話 好啦 那我們就假設他可以啦 至少 至少 這個Y Y就是這個數字是越接近越好嘛對不對 我希望Y等於1的時候P越接近1越好這樣可以吧 我希望Y等於0的時候P越接近0越好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說這個 乍看之下是沒什麼問題 乍看之下是沒什麼問題 那我不知道從最大概是估計法的角度 這樣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感覺就充滿著問題 對不對 那我們等一下再想一下最大 如果你從最大概是估計法的角度 這個損失函數應該寫從什麼樣子好了 好那無論如何假設我們同意的這個式子 假設我們現在就按著這個式子繼續解 那他的損失函數跟預測函數合併式是不是就長成這個樣子 可以接受吧 我只是把這個P把它展開而已他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再開放大家 一個 加分的機會 請問一下下一頁我現在得到這個下一頁我要做什麼 有沒有要講話了 你們都沒有人想要翻一下下一頁 好都沒有人 好下一頁我就要求微分啊 因為我要做T度下降法嘛對不對 我T度下降法前提是 我要先拿到 BETA0跟BETA1的導函數對不對 好開始求微分 我們這邊要用到微分工具就非常多了喔 我們需要什麼 第一個 連鎖率 連鎖率 上個禮拜 我好像前幾個課就已經有講了 我們就是要會用這樣就可以了 連鎖率 應該不用複習了吧 應該都可以吧 一個組合函數的微分 就等於 這個 先為外面 然後再乘以為裡面的 這樣可以喔 那微分處法 微分處法這個公式要記一下 因為這個前面沒有用到嘛對不對 雖然說 你們可能在 我也不知道高中的課程有沒有教啦 到底有沒有 可不可以提示我一下 有高中課程有教微分處法 那這個式子你就用它就好了 這樣可以吧 反正就 GX的平方然後再 分支這個GX乘上 F函數的這個導函數 減掉F函數乘以G的導函數 好這樣可以吧 這個 微分處法 我們就先暫時同意它 好再來下一個 指數微分 指數微分這個有教過嗎 也有教過 1的X四方微分還是1的X四方 這樣可以啦 好那 S型函數的微分 什麼是S型函數呢 S型函數是這個 1加上1的 -X四方分之1 這個函數是不是就是前面這個 你看是不是跟前面這個很像 根本就是一樣的東西 對吧 好所以其實這個函數有 它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S型函數 至於它為什麼叫S型函數我來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因為Y 等於 這個 E除以 E加上 E加上 EXP -X 它的函數圖形長這個樣子 這樣像S吧 這樣懂我意思吧 反正他們覺得這個像S啦 好不好 你覺得不像也不行啦 因為大家都已經說這叫S 就像了 好不好 那 那 好我們來現在呢 你現在我們這個S型函數的微分 我們可以先求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想要對這個函數 求 微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求啊 這是一個 這個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它是一個 組合函數嘛 對不對 我現在要對裡面的X球為分 我可以先對外面 我可以先對外面這一整包 我現在令這個為大A 我現在令它為大A 這樣配吧 我先對 整包球大A的微分 再對 大A 求X的微分 然後把兩個乘起來 我這裡再用連鎖率 這個可以接受嗎 我這裡再用連鎖率喔 可以接受吧 好那 我們來分別求好了 這個東西的微分好求嗎 這個 不太好求 可是我們可以用微分處法 對不對 你現在把這個東西當作 你現在把這個東西當作大A 大A 然後對A分之1 做 微分 是不是就是 我們來想一下 其中的函數是1 對不對 另外 其中的 其中的部分是1 另外的部分是大A 對吧 可以接受吧 那 1 這個 1乘上 1乘上這個 就是 就是 這個 大A 乘上 1 微分 可是1微分就0嘛對不對 常數相微分就0 所以這一項不需要了對吧 好 減掉 這個 1要留著嘛對不對 減掉1 乘上 大就是大A 的這個就是 減掉1乘上這個大A的這個微分 可以接受吧 好 大A的微分 大A自己本身的微分 那就是1嘛 它的係數就是1 所以 上面是 負1 這樣可以接受 上面是負1 下面就是大A的平方 所以 左邊換成大A的平方 分之 負1 可以接受嗎 如果你可以接受 你應該也是只能接受 好不好 那 右邊這裡微分要怎麼微呢 1直接去掉 1不需要對吧 1不需要 好那這個 1的負X次方 他微分了之後我們可以利用指數微分的 工具那1的X次方微分之後 他是不需要改變係數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 他就是把負號放下來這樣就可以了 這就是一個結果 這樣可以吧 好那你同意這次結果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 展開 我們把它相乘通分啦來 這個負號是不是可以消掉然後我們把它移上來他變成這個樣子對吧 可以接受吧 好的接著來有一個很 奇妙的轉換 這個轉換成下面這個比較難 你直接不容易看出來我們從下面算上去好不好 下面這裡是什麼 1加上1的負X次方 乘上 1減掉 1加1的負X次方 分之1 我們先把這兩個東西當大A 這樣可以接受吧 把這當大A 所以 這兩個我們要先把這裡面算完嘛 這裡面算完是什麼 1加上1的負X次方 分之1加上1的負X次方 減掉1 所以是不是就1的負X次方 就是 1加上1的負X次方 分之 1的負X次方 可以接受嗎 那這兩個相乘 這裡是1嘛 所以它會變成成這個樣子 下面乘上去沒有問題 可以接受嗎 下面乘上去沒有問題 下面乘上去如果你沒有問題的話 你發現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不就是那個 S型函數嗎 這個東西就是S型函數本身嘛 對吧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也是S型函數本身嘛 所以對S型函數為分 等於 自己乘上1-自己 可以接受嗎 這個 很重要喔 這個結果很重要 這個結果 我跟大家講 這個結果我們大概 之後幾節課還要用到 所以我會特別把它單獨拉出來 就求S型函數為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就是S型函數這個 蠻常用的 所以之後我們還會用到它為分的結果 你只要記住 S型函數為分 等於自己乘以1-自己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來求 Beta0的偏導函數了 Beta0的偏導函數就是 我首先 要先求 這個 Y跟P的 這個就是 損失函數 他的 損失函數的 對P的微分乘上 P對Beta0的微分 好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如果你仔細 觀察我們的 我們在損失函數這裡的做法 你現在已經學到了第2組 Prediction function跟Loss function的組合了 你會發現 Prediction function跟Loss function Prediction function永遠都是Loss function的一部分 就是 你一定可以把它視為 這個 Prediction function跟Loss function的組合函數 這個組合 它就是一個組合函數 然後分別組合 Loss function跟Prediction function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其實我們在求這種問題的時候 我們必然會用到連鎖率 因為他就是先把 Prediction function的結果丟進Loss function裡面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以後你看到Prediction function跟Loss function的組合的時候 第一時間直接用連鎖率就對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我們直接用連鎖率 那我們直接用連鎖率 我們把這裡把它展開來看看 這個結果是什麼 來 這個Difference yp 就是yi-pi的平方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這裡到這裡我只是把它展開而已 這樣可以喔 我還沒有微分 我只是把它展開 那這裡勒 那我就把P展開嘛 可是把P展開麻煩 把P展開麻煩 因為我們實際上 應該要把它 把P拆成兩個部分 我們把它拆成一個S型函數跟一個LP的組合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如果你到這裡為止啊 你是可以就是 你可以 把它看成就是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等於 這個函數加上這個函數的組合 這樣可以吧 這個 這個函數預測出來的結果在這裡 這樣可以接受吧 就是這個預測出來的結果在這裡 被放到這裡 所以這個P也可以算是 S型函數跟LP的組合函數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在這裡又用了一次連鎖率 我把它拆開 變成了這個樣子 這邊再用一次連鎖率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裡 這個東西 要求解這個上 就是 前幾節課我們就解過了 前幾顆就解過了 2放下來 方向交換 這個我就不解了 好不好 前面我已經 前面在做線性回歸的時候 我就解過這個 這個函數 這個 殘差平方核 它的 倒函數 長成什麼樣子 這個我 前面講過了 好那 這裡我是不是也講過了 這就是S型函數的微分嘛 那等於自己乘以1-自己 所以這裡是不是展開了 最後再把LP展開 那 β0的係數是1嘛 那它還是一次方嘛 所以這邊 就是乘以1 所以就不留了 所以 β0的導函數 長成這樣子 可以接受嗎 好可以接受嗎 好看好像大家 對於數學運算過程 好像 都是這個 我不知道幾個人這個跟上 好不好 這個 有從這裡到這裡都可以接受的 舉個手好不好 讓我了解一下 你們還活著 一個人都沒有 好 那不然我問一下 就是 我們先不管 裡面數學運算合理性如何 就是 為什麼一路下來變成這個方程式 我們不管 那 這個邏輯可以接受嗎 就是在求微分的這個過程中 這個邏輯可以接受嗎 還是有任何地方不能接受 來舉手一下 好不好 大家都說不行 他說下次決定問說不能接受的舉手 這樣我就會發現大家都聽得懂 好 那 那b1的 偏導函數的過程呢 應該 前面的步驟應該是完全一樣的 後面不一樣 因為後面他的係數是x嘛 對不對 所以最後乘上x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 這兩個 偏導函數 大家 看著這兩個偏導函數喔 然後 看著他 給他一些感情 給他一些感情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會問大家 我先 我就先 就是 我就先這個 不劇透了 我就先跟你們 不是說不劇透 我就先跟你們講 我等一下就會問你們說 這兩個偏導函數 看起來有什麼問題 光看式子有什麼問題 好不好 好那 無論如何你就可以用練習啦 我現在把 剛剛的 Differential Beta 1 的 Differential Function Beta 1 這樣的一個方程式 我把他寫下來了 就剛剛那一個 那 Beta 0跟Beta 1 我都寫完了 那 請你試著用T度下降法來解 X跟Y是已知的嘛 對不對 請你試著用T度下降法來解 你可以應該可以先用 先把 先讓XY 先用剛剛的這個 GLM Y 然後 X對Y做預測 然後你得到的結果應該是 -1.9957 然後跟0.362529 那你試著用T度下降法來解解看好不好 解解看看答案會不會一樣 T度下降法要怎麼做 隨機給他一個起始值 然後 每經過一段時間就減掉 就是 上一代的值減掉Laning Rate 乘上 Differential Function 帶進去的結果 乘上斜率嘛 這樣可以就變下一代 我們試著做做看好不好 如果你覺得 沒辦法接受的話 你可以 就是你 你程式寫得不太好的話 你可以直接貼後面的答案 然後 去看一下我前面的課程 然後給大家 10分鐘 的時間 稍微看一下好不好 好啦我很高興 大家會討論數學問題啊 對不對 這就是我希望給你們的啟發 好我們來看一下 T度下降法要怎麼做啦 T度下降法你會發現啊 這個你在寫T度下降法的時候 他長相永遠都一樣啊 就是反正我先產生一堆數字嘛 然後就是 他自己乘上 這個LOR 乘上 斜率 自己乘上LR 乘上 減掉LR乘上斜率 等於下一步的結果 所以 所以這個答案是不是不難 不難得到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我們現在來複字貼上 看一下 答案是-1.53跟0.286 是不是答案不太一樣對不對 答案是不是不一樣 答案不一樣 為什麼失敗了嗎 我們來試一件事情好不好 假設這裡有50 這裡有50 我改這裡是什麼意思 改變他的起始值對不對 我這樣是在改變他的起始值喔 可以接受吧 欸 突然是5050欸 我們再改一下好不好 改成-5 -5 0.7 我們再改一下好了 假設改成 0.7好了-0.7 好 欸 你看 出來結果-0.7跟0 出來結果好相近喔 但不太一樣 你們覺得出了什麼問題啊 我們在上一節課的時候 有沒有跟大家講到一個 有沒有跟大家講到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是用T2現象法解對不對 T2現象法什麼時候會出錯 趕快有沒有人要講話了 快點加1分 再一個齊區了 所以說很好啊 等一下那個俊和給他加1分喔 等一下都 自己跟助教報告啦好不好 如果你們要自己多報 也沒有辦法好不好 但是同學互相監督可以嗎 好多報 好 這個那個 你講的沒有錯 T2現象法遇到齊區的 函數圖形的時候他就做不了 可是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這個他如果在0附近好像 他好像也不是太齊區對不對 0.7 0.7 可是如果數字一大 主要說 這邊-80好了 這樣再看看他會不會動 他又不會動 所以這個函數圖形 有齊區嗎 不知道 我們現在不太清楚他到底齊不齊區 好所以你現在發現了這個 現在我們只觀察這裡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問題對不對 也就是說 他的隨機起始值的位置 似乎 跟他的 結果的位置 是很有關聯性的 對吧 這是第一個我們觀察到的事情 第二個我們觀察到的事情是 今天我就 今天我就00 00好了 然後 我得到的結果其實跟 -1.53 0.28 他其實跟 這個結果其實有很大的差距 那我們假設 就用這個結果 把他放進來好了 我把這個結果放進來是什麼意思 他如果一開始就已經在最小值了 照道理理來講他就不會動了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他的結果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有兩件事情要注意喔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用T度下降法 球出來的答案 跟 R裡面內建函數給的答案不一樣 這是第一件事我們要注意的 答案不一樣 第二件事我們要注意的是什麼勒 他這個函數起始值 跟他會不會優化成功 觀點性很高 這樣可以吼 好我們來看一下 問題是什麼 來 問題是 我這邊有把那個函數圖形畫出來 這個函數圖形長成這個樣子 這是不同的beta1 這是不同的beta0 這樣可以接受吧 來問一下大家 如果小球在這裡的話 你的小球在這裡的話你動得了嗎 動不太了對不對 為什麼動不太了 你來來來講 來很好我來給你加分 就平的 平的是什麼意思 沒有邪律 來等一下 等下自己報加一分 平的就是沒有邪律 我們再回頭看看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是他的導函數 對不對 導函數是什麼 導函數就是邪律 邪律的關 就是 就是這個 我們的參數跟邪律的關聯性 可以接受嗎 這裏面有個p 乘以1-p 所以當我的beta0 或beta1 很大很大的時候 當他的數字很大很大 這個就是我的起始值 他說我一開始在這裡 給人家寫 80 這邊給人家寫 20 我如果寫這麼大的話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的 lp lp就是beta0加beta1乘以x吧 我的lp可能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數字 那那個很大很大的數字經過s型函數之後是不是就是1了 可以接受吧 那 或者是如果一個負很大的數字 就負很大的數字 經過s型函數是不是就0了 那所以 這裡是不是常常會變0 看這個部分 p如果很接近1 或很接近0的時候 他是不是都會沒有梯度 沒有梯度 沒有梯度在 在圖形上面意思就是在這裡平的地方 所以這個函數長成這個樣子喔 他周圍都是平的 他只有中間有一些地方是漏斗狀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函數本身出問題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函數本身出問題 可是你會覺得很奇怪啊 這個邏輯思惟規 邏輯思惟規不是標準的 聽起來就是既然他都有 有名有信 聽起來他不該有問題對不對 好所以我現在來 給大家做一個 這個現場的 調查好不好 大家要舉手 拜託大家都要舉手 大家有三個選擇 按照我剛剛的邏輯來 第1個地方 或第2個地方 或第3個地方 出問題 請大家舉手 好不好 第1個地方 認為第1個地方 出問題的舉手 好 就是你認為這個市值有問題嗎 對不對 好來 認為第2個地方 出問題的舉手 沒有人 好沒有人 認為第3個地方出問題的舉手 都沒有人耶 蛤怎麼了 你覺得是第3個地方的問題 蛤 是第1個地方 我說我上課想說第1個地方的問題 是嗎 上課講義說是第1個地方的問題 我剛剛說是第1個地方的問題 是嗎 那我要公佈正確答案了喔 對 正確答案是第2個地方的問題 而且我剛剛 我剛剛如果有講的話 應該還是講第2個地方的問題 欸 學長給你加1分的機會 為什麼第2個地方的問題 你說 因為這個方法我上個禮拜不斷強調 他本身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好好好 然後 然後你可以發現學弟選這個 所以你決定選這個 好 我剛剛在上課的時候 有個地方我有提示大家 我現在在選擇損失函數的時候 我現在是怎麼選 亂選 那照到底講損失函數應該怎麼選 Base on最大蓋斯估計法去選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現在要問大家問題 請問一下 加1分的問題 請問一下 他的 這個問題 他是一個機率對吧 2元跟機率 請問一下這是什麼分布 這是哪一個機率分布 我前面有教過囉 喊得出名字嗎 有沒有人要舉手了 有沒有人喊出這個名字了 機率跟 0跟1的分布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分布 好想不起來沒關係 再給多一點提示 有任何人覺得可以講的就舉手好不好 我前面是不是有講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什麼台中市台北市 盛行率的問題 來來來講 來講得非常好來給他加分 這是二項分布問題啊 就是你的 箱子裡面有球 然後你想要 你想要求這個就是 你想要 你有一個機率你已經 你不知道那個機率是什麼嗎 對不對 但是 你已經知道你的樣本了 我們要用那個方法去求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你既然知道 那個 二項分布的 機率 函數他其實就是 P的 他如果二項分布他的 C N取 乘上P的 X四方 乘以1-P的N-X四方 對不對 這是二項分布 可是依照我們的這個 樣本他的每一個樣本機率應該都不一樣對不對 這個樣本機率是我們算出來的 這個樣本機率是我們自己算出來的吧 我們根據LP 每個人的LP是不一樣的嘛 每個人的Linear Predator是不一樣的嘛 他還經過S型函數得到的機率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每一個人 是不是都是 CE取1 乘上P的Y四方 乘以 1-P的1-Y四方 這個意思是什麼 我來跟大家翻譯一下好了 假設 Y等於1 Y等於1就代表 Y等於1是不是就代表 這個人他是有病的 有病的話 我覺得要用P這個機率 因為1-Y就是0嘛對不對 後面是1嘛對不對 任何東西的零次方都是1嘛 假設這個人沒有病 就是這個人是 1-Y這邊 那他就是1-P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式子 如果Y等於 如果你希望這個式子越大越好 假設你希望這個 機率分布越大越好 是不是 當Y等於1的時候 你就希望P越大越好 那P最大的多少就是1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如果 這個人他是沒有病的 那就是 你希望1-P越大越好對不對 那因為P最小就是0 所以 其實就是你就希望P0 0越近越好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個分布叫 那個 就是伯母利分布啦 不過 二項分布也可以 好不好 二項分布也是標準答案 因為他們是 二項分布完全涵蓋了伯母利分布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這樣的一個 分布 我們希望 我希望這是每個人的樣本 每個人的機率嘛對不對 我希望每個人的機率累成起來最大化 可以接受嗎 這是我 最大概是估計法想要教大家的觀念 我希望你預測出來的東西 應該要找一個 適當的機率分布 然後去令樣本 總機率最大化 可以接受嗎 那我最大概是估計法就在教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同意這件事情啊 那P是什麼東西 P不就是 1加上1的-b0 減掉b1x分之1嗎 這樣可以接受 這樣我的損失函數 是不是應該寫成這個樣子 這 才是我的損失函數的樣子喔 那我要最大化他啦 所以我加個負號就是最小化 就是 最小化 負 這個函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我的 大家可以同意 這個函數是我的 優化目標嗎 也就是我的損失函數就是要他 應該可以接受吧 好可是 當你看到累成符號的時候 我是不是 要取LOG 因為 微分 你要做 因為你知道等一下你要做微分嗎 對不對 你要做微分 的話 LOG LOG之後的東西是不是 累成就變累加了 累加是不是好處理很多 累成真的很麻煩 微分 只要跟成法有關就很麻煩 可是跟加法 加法就還好 因為加法可以分開微分 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我先對他取LOG 然後因為 注意件事情喔 因為這是我要最大化這個東西 但是我要做的是T度下降法 所以我希望取完LOG之後 我要加負號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來我們對他取LOG 取完LOG以後啊 累成直接給人累加 可以接受吧 累成直接給人累加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不就是他嗎 這個東西取LOG怎麼取啊 來 取LOG就是嘛 相乘的地方就變相加 可以接受吧 所以變成 LOGP的Y四方加上 1-P LOG1-P 1-Y四方可以接受吧 然後 取LOG之後指數是不是可以往前移 所以是Y乘與LOGP 加上 1-Y乘上 LOG1-P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取完LOG以後 他會被展開成這個樣子 可以接受吧 好 應該都可以接受吧 沒有人叫了 沒有人叫 好可以 好 那因為我要取付 我要低速下降法 所以我要加負號嗎 說把這個東西加負號 長成這個樣子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等一下我的損失函數 應該要寫成這樣才對 這樣才符合那個機率分佈嘛 好我損失函數改寫了啊 那來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這一個 你現在要講的這一個損失函數 他的推理流程 是根據最大概是估計法下來的喔 這樣可以喔 是根據最大概是估計法下來的 那 最後我們得到這個函數就是我們損失函數了 這個損失函數 他的名 他是有一個專有的名字 叫 cross entropy 通常我要跟大家講 他會有個專有名字 那代表他很常用 不然不會有人特別為他發明的名字 這樣可以接受吧 他很常用 所以 我們現在 現在 就要來把 剛剛的 預測函數 丟到這個損失函數裡面 再來解微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發現損失函數出問題了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怎麼解這個的微分 好我們等一下一定可以用連鎖率 所以我要先對 cross entropy 這個函數本身做微分對不對 這樣我就可以快速的運用連鎖率去解啦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解 cross entropy 含著微分我們需要用到什麼 我們需要用到對數微分 對log x 這個log是以 1為底喔 不是以10為底喔 大家記住喔 好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就是 以後你上了大學以後 基本上log如果沒有特別寫底數 都是以1為底 基本上都是以1為底 為什麼要以1為底啊 因為他就是做任何 微分啊什麼都很方便 1這個函數不就是 1這個 數字不就是取微分之後很方便 一個東西嗎對不對 所以如果現在以前都是以前高中的時候都是以10為底 現在都敢以1為底喔 所以 對於1為底的log 取對數他的微分就等於x分之1 這個有沒有教過啊 高中有教過嗎 神筒老師有教過哇你們神筒什麼 啊什麼 微積分老師有教過我想說你們神筒怎麼那麼厲害 陳秉蘭老師有教過好那我們就假設是已經會的了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要解 cross entropy 的微分囉 來 來 這個 基本上都是加法所以很好解 這樣通過意思吧 其實 我們只要解裡面這個logp跟 你減logp而已嘛 可以接受啊 來 這個東西 他是等於 你看 這 可以分兩邊為分嘛對不對 因為他是加法 可以分兩邊為分 這個y是不是可以移到前面 對logp球為分那不就是p分之1嗎 這個就是上面直接把對數 直接把對數的那個 微分微分公式直接套下來而已呢 所以這裡 是p分之y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裡是p分之y 好 好那這裡呢 1-y先移到前面 這樣可以接受吧 對這裡求為分多少 對1-p 求為分 一樣啊 就是 你可以用連鎖率 你用連鎖率你先把他當大A 大A要先放下來 所以A分之一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再對他求P的微分 那因為他P前面有個負號 所以這裡要加個負號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樣的一個式子轉換成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大家稍微算一下 應該不會太難接受 可以接受嗎 就是你把1-P當大A 那就是A分之大A分之一乘上 對大A求P的微分 對大A求P的微分就是-1 所以就大A分之-1這樣可以接受 負號放前面大A這個東西 然後前面還有個係數1-Y乘上去 所以這樣大家應該可以接受 好你把它通分 通分這不難吧 應該不會有人覺得通分很困難 通分完了之後是P乘1-P 分之-P-Y 好我給大家看一個有趣的地方 這個是 cross entropy微分之後的結果對不對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殘差平方核微分之後的結果對吧 這個結果是殘差平方核微分之後的結果 這個結果是殘差平方核微分之後的結果 你發現這個東西 N分之1其實不重要對吧 這個東西 是不是跟它上面長的就是一樣 但是它多了一個分子的分母的部分對不對 對不對 大家有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準備跟S型函數的那個東西 約分對不對 沒錯 它就是拿來跟S型函數的那個東西約分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當你做Beta0的偏導函數的時候 當你做Beta0的偏導函數的時候 你同樣你就是要做連鎖率嗎 所以我現在直接把它拆全拆開哦 先對 cross entropy做P的微分 再對P 做Lp的微分 再對Lp做Beta0的微分 好一次展開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這個東西啊 直接我們剛才求到答案了 P乘以1-P分之Pi-Yi 乘上 這裡這就是S型函數的微分嘛 P乘以1-P 可以接受吧 再來 Lp呢 Beta0加Beta1X1E 對吧 這裡是不是可以約分約掉 可以接受約分約掉啊 約完了之後長什麼樣子 欸 長成這個樣子 好Beta1的偏導函數的微分 就長成這個樣子 因為這邊要留下X的係數 所以他長成這個樣子 好你看哦 這是新的偏導函數 這是新的偏導函數 這是舊的偏導函數 他們差別很小對不對 他們差別只有這裡對吧 而且這是我們討厭的地方對不對 我們把它丟了對不對 所以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你現在知道損失函數的重要性了吧 不能亂寫 如果好好寫的話 欸 你微分當中 你在微分過 就是 那些你討厭的東西都會被你丟掉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當然啦 這是 呃 最大概是估計法 給了我們一個邏輯去決定 那有時候你想要約掉 這個有時候只是剛好 就是 就是剛剛好他就可以約掉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現在 來給大家做一下練習題 就是剛剛我們 是不是有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一個 Prediction function和Lose function 那我們剛剛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注意看一下剛剛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我把剛剛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打開來給大家看 給大家 互比一下 好 剛剛Differential function 這裡是不是有P乘以1-P 這裡是不是有P乘以1-P 可以接受吧 好 現在Differential function 這裡是不是就是 沒有P乘以1-P了 請你再用T度線上法做一次 用新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再做一次結果 應該不用花太久時間 然後一樣喔 請你試著用不同的起始值 來測試一下他 可以嗎 好那我們給大家 可能15分鐘的時間 好那我們 我們現在來公佈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就是 其實你根本不需要 換T度線上法與法 你會發現這裡練習2的答案 跟練習的答案 他長得是完全一樣的 沒有任何改 你直接貼練習的答案 然後到練習2來 你就會得到 你就可以RUN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他求出來的答案多少 欸 -1.9945 跟0.3632 這是不是 跟剛剛那個GLM答案 已經非常非常接近 這樣可以接受吧 GLM答案多少 欸一樣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你這樣知道 RUN裡面的GLM盤數 是怎麼做的了嗎 他其實是在用 其實邏輯思惠歸是 這一個 就是這個預測函數 跟這一個損失函數的組合 才能看到邏輯思惠歸 所以我 我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 也許你在上 統計學 或者是在上 其他什麼課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說 這就是邏輯思惠歸 這個方程式就是邏輯思惠歸 那我要告訴你 他背後其實是有隱含含義的喔 不是這一組方程式 就叫邏輯思惠歸 他背後其實是有一套 損失函數去優化他的 因為損失函數不同 他優化出來的結果不一樣 就好像線性回歸 不是Y等於Beta0加Beta1X而已 背後還要有優化方法是長他平方合 這樣才可以 這樣都可以 那至於是用T2下降法解 還是用MCMC解 還是解連立方程式解出來的答案 那其實都可以 因為那只是解答案的過程 那不重要 這樣可以殊途同歸 所以說 你會發現 這樣的一個損失函數就好很多了 無論你的起死值設在哪裡 我們再測試一下他不同的起死值好不好 我們這個是8080好了 這個前面是不可能優化成功的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 不夠久 但是他是有在動的 這樣可以吧 那我把2000改成5000應該就可以了 2000改成5000 好你看他是不是回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他是有在動的 這樣可以吧 這改成800 800 但是這個可能要多一點 800 1萬代還不夠 那可能要2萬代吧 看一下 還不夠 要5萬代嗎 你看他最後還是可以回來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這個現在是不是 這樣你可以了解了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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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失函數跟 預測函數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們現在 要講我們的今天的第三節課 第三小節啊 講了 這跟數學已經沒什麼關係了 這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也就是說 你要這個概念要刻在你的腦袋裡面 以後你在做 資料科學實驗的時候 請你不要忘記這個概念 好 那我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對於資料科學的實驗流程 我們通常會把樣本分成三個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 本來我們的樣本有5000個對不對 我們可能會分成 3000 1000 1000 我們分成了三個樣本 他有三個名字 未來某一天 你在看paper的時候 或者你去聽研討會 人家在報告 這類的研究的時候 你可能會聽到三個turn 訓練組、驗證組、測試組 訓練組的英文名字 有時候叫training set 有時候叫development set 有時候叫development set 驗證組的英文名字 有時候叫validation set 有時候叫tuning set 測試組的名字 有時候叫testing set 有時候叫holdout set 有時候也叫validation set 注意件事 這裡是不是重複了 名字是不是重複了 所以要注意喔 你在看研究的時候 當你看到validation set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他到底是指驗證組還測試組 其實是不同 他可能是不同的 這個意思喔 這樣懂我意思喔 那這三組是拿來 為什麼我們要分三組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要分三組 對於第一組來講 他是負責拿來建構一個預測模型 樣本可以隨意調整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就是假設 你覺得你的樣本 以後我們會教到非常多 很特別的方法去增加樣本 比如說你選你的樣本 這個case組的數目太少了 那你可以把它重複五次 那也沒有關係 你想要怎麼搞就怎麼搞 對於訓練組來講 你想要怎麼搞都可以 這個訓練組是拿來讓你去 求出 β0跟β1分別是多少用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驗證組呢 他不參與模型訓練 所有的模型訓練 就是T度下降法的過程 他不來參與 但是他用來指導模型訓練 什麼叫指導模型訓練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邊是不是有兩個參數要調 一個是運行幾次 一個是learning rate是多少 現在邏輯思惠規 你要用多少都可以 得出來答案是一樣的對不對 就是這個數字越大越好 這個數字不能太大 這個數字太大有時候會出問題對不對 但有時候也不能太小 所以這些數字要怎麼決定呢 要用驗證組tuning set來決定 那還有他必須建構重要的資訊所用 我來跟大家講 簡而言之這兩個組別 這兩個組別 是你可以隨意調整樣本 好最後你需要有一個測試組 你的最終模型就是你在上面兩個 隨便你怎麼搞都可以 你可以決定一個 你可以在訓練組裡面 決定三個模型 這三個模型我都要做 做完之後我用驗證組 來決定我要用 A模型 B模型 C模型 因為我可以看驗證組的答案 決定誰比較準 對不對 最後我選擇B模型 這個B模型在測試組上 這個B模型在測試組上 運行一次的結果 就是最終的準確度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我來問大家一件事情 這個也是有加分的答案 如果今天 我要報告我的準確度 預測準確度的時候 我現在在訓練組訓練了 A模型 B模型 C模型 然後我在驗證組 我發現A模型準確度80% B模型82% C模型81% 那我 沒有測試組 我就說 我的模型準確度是82% 請問一下這樣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人要舉手發言的 隨便講點什麼都可以啊 來請講 他只能運行一次 他只能運行一次 你說他只能運行一次 是指這個82%會有什麼問題 沒有 好沒關係還是給你加分啊 但是你好像回答 你好像不知道在回答什麼東西 有沒有人要講什麼話的 來你講 因為他的 他都是被訓練組的非常會反應 或者是驗證的不會反應 或者是驗證的不會反應 所以說他 他可能 他那個態勢都可能是他的問題 所以他就是 是不是有更大方的運行 然後如果一測試一次來刷 他可能就無法刷到 好 我覺得還是在亂講通 不過沒有關係 還是在加分 好不要笑 我要跟你講 因為 你們也許 也許是我剛剛講的不清楚 我來告訴你們標準答案是什麼 好不好 標準答案是 你在驗證組你想想看 你剛剛是選三個模型 最佳的那個 你絕對不會選80% A模型80% B模型82% C模型81% 你絕對不會說 你的AI模型準確度是80% 你絕對是說82%這個數字吧 你一定選最高的對不對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搞不好 你的三個模型本身 並沒有優劣之分 有時候只是丟骰子 剛好這個模型 在這個樣本上面 他丟骰子丟到比較大 所以說他82% 82跟80也沒有差很多 那你為什麼會選擇82% 是因為你丟了三次骰子 得到了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所以你report82%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你這樣子會高估你的研究準確度 你的模型準確度會被高估 所以你必須 based on 驗證組 你選了一個sample 假如你選了一個model 你在測速組上就做一次 這個時候你的A model 跟C model 不准再做了 如果你前面做出來 80% 82% 81% 你在測試組一段下去 83% 那你千萬不能再試 model A跟 model C 那我再試試看 model A 會不會85% 我的 model C 會不會86% 不能再試 你可以偷偷試 可是你偷偷試 結果 也有可能跟驗證組不一樣 對不對 那你必須按照前面的邏輯 你還是只能選B 你不能再看著 測試組的答案 再選一個最佳的 如果你在測試組的答案 又選最佳 那你實際上 把它當做驗證組 對不對 那請你report 那一個 你最後你在測試組 你發現你選到C 請你report C 在驗證組的 accuracy 你不能夠 就是你不能夠是 三選一 或者是多選一 裡面選最高的report 出來當做你最終準確度 當然大家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聽不太懂 聽得懂嗎 蛤覺得很奇怪 不會很奇怪啊 就是 你今天說你的模型 這個 對於預測 假設說 預測某一個疾病 很有 就是你可以 鑑別他是 這個 這個 你可以鑑別他是 有病或沒病 那你最後只有一次機會啊 你實際上用的時候 只有一次機會啊 你不能夠說 那我實際上有三個 隨機產生器這樣 這三個隨機產生器都是 都會 都會有一半的機率出 有一半的機率出 沒有 然後我就用猜對那個當 我的準確度啊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像說你現在有三個醫師 三個醫師的水準其實是相當的 你不能說 看出來最好的那個 那就是我們醫院的水準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要怎麼區分訓練組 驗證組測試組 最簡單的方式是隨機分配 就是我們直接把我們樣本 拆成 training tuning 跟radation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啊 那 有的時候 訓練組跟驗證組 可以合併 這個 這邊有很多 這個什麼 K倍交叉驗證技術啊 這個 這邊我可能不會 特別去強調他 等一下我們後面會學習 但是 你要知道原則上 這樣data就是要分三組 而且 最後一組只能做一次 最後一組只能做一次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到時候 在我們這一節課的期末作業 是不是就是給你一組 給你一組這個data 然後你要對另外一組 沒有你不知道答案的data做預測 然後上傳到網站上 但是我們是不是給大家看過了 那 到時候 你在網站上看得到的成績 你一定會上傳很多次啦 你如果認真的話你就會上傳很多次 你在網站上看到的成績 其實是 那一個 那整個沒有答案的資料集的 五分之一的答案 五分之一的成績 也就是說 我給你十萬筆資料 讓你預測 你看到成績其實是其中兩萬筆的答案 的結果 你看不到那八萬筆的結果 我現在把那個網站打開給你們看好了 你們現在 好大家不要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就大家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到時候 大家一定會根據 舉例來說這個同學 他是不是上傳了46次 然後得到了 0.8869這個準確度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其實是 所有樣本裡面的一小部分的準確度 但是我在打成績的時候 我看的是這個準確度 所以其實你是根據這個樣本裡面 你一定會選一個 你看到準確度最高的那個樣本 那個模型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試了46次 你每上傳一次 你都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對不對 你最後可能會發現 你的第25個model 好像得到分數會最高 你就會用他來 做最終結果 對不對 我會用這個來幫你打分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會用這個來幫你打分數 好這樣我想你應該聽得懂我的意思了 為什麼要這樣子 不然 你去偷偷改那個答案就知道了 對不對 你就每一次 你就每上傳一次 你就把一個答案改成 本來是0就變1 然後看看分數有沒有上升 那有上升 有上升你就覺得 那你就把那個1改的對不對 所以有一部分的樣本 你永遠看不到答案 就是在上面這個排行榜上面 不會給你response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樣我才能知道你真實的實力啊 對啊 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舉例來說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個有趣的東西啊 就是我們有舉辦 我們那個 呃 10月29號的時候 這禮拜六 國防疫學院有舉辦一個這個 資料科學研討會 那這個 這個比賽 這個比賽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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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是 反正我們邀請 校外人士一起參加 那我跟大家講哦 這裡第一名的 我們會給他那個 我們會給他獎金 獎金好像5萬塊吧 這個大家可以來參加 那天可以來國防疫學院可勝廳 來參加研討會 可以看一下 前幾名的人是怎麼做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跟大家講 是說 這個 你來看前幾名的人是怎麼做的 可是啊你可以這個 就是 你要了解這件事 這邊就有一個人 他試了兩百多次 想辦法把自己在 open leaderboard的分數 搞到97點多分 那實際上呢 實際上他的排行 他的排名到底在哪裡啊 在哪裡啊 哦在這裡 第一頁這裡 他的分數其實只有92分 92分很強嗎 可是有人93分 有人多少啊 你看其他人在這裡頂多了95分 他他就可以拿到97分 我告訴你他在幹什麼事好了 他就是按照我剛剛那種幹法 因為這是有錢拿的 所以他一個一個改答案上去試 所以他會試兩百多次啊 就是 他有一份 他要上傳的資料是長這個樣子 他要上傳的資料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 這個sample有沒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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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他就把這個改成1 然後上傳上去看答案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因為這個是有錢拿的 所以會有人花這種時間 去幹這種事情 可是他不知道的事情是 他看到這個綁 是假的綁 真的綁在這裡 而且有規則有寫 因為我早就知道會有這種人 這樣懂我意思吧 是有幾千筆沒有錯啊 但是有錢 有錢就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大家不要笑啦 5萬塊獎金對我們來講也不少吧 對不對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 我們現在大家知道這件事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資料科學的實驗流程有哪些 所以 最開始的時候我們要分三大樣本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了 接著我們要做有好幾個步驟 我們要先做特徵工程 特徵工程就是 我們的原本的Sample 他的Variable只有這些 他只有這些數字對不對 假設 Edge乘以Rate 是一個很重要的參數 那我是不是要先產生他 我要先產生他 他才有辦法對我的假離子濃度做預測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過程叫特徵工程 也就是我現在 我現在想要先用我的Variable 先產生一些額外的Information 然後再用這個Variable去預測Outcome 這個過程叫做特徵工程 舉例來說把身高體重轉換成BMI 這個應該都會轉吧 體重處理身高的平方 這就叫特徵工程 接下來變數選擇 有時候你的模型可能有很多變數 但是你可能想要篩選 比如說你 你特徵工程完 你可能會產生幾百個變數 接著你可能想要做變數選擇 你不要讓那麼多變數丟到你的Model 最後你可能會想要做樣本修正 有一些樣本其實是在干擾你 有一些樣本在干擾你的結果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他其實答案是錯的 我想要把它丟掉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所以說 但是這些結果是你對訓練組 還有驗證組想要怎麼搞都可以 但是測試組不能改 你如果把困難的Case都刪掉 你在測試組的Performance當然會提升 可是測試組就是真實的資料 這樣懂我的意思 所以不能對測試組做這件事情 好 最後你要做性能評估 你要知道最終準確度 好我們就帶大家來把這些過程 亂過一次 好首先 我們現在決定我們研究題目 我們想要預測LVD LVD就是0跟1 對不對 LVD是0跟1 然後我們想要用這幾個Variable 去預測LVD 那首先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這一些Data裡面 是不是有很多的MissingValue 那我們上節課是不是教了大家用 MICE這一個套件 可以去做 欸是上上節課還是上節課 我有點忘了 上上節課 我們是不是教大家可以去把MissingValue把它 補完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所以我先使用 我先把結果先把它求出來 好那接著 我們先用隨機的方法決定 Training validation跟test 好這個意思是說 我先set a seed 就是我先決定一個隨機 隨機 隨機數 然後 我 我抽 百分之六十的樣本 是Training 這就是我的Training的ID 然後我抽百分之二十是validation 那剩下的就是我的test data 這些就是我的test data 然後我把impute data裡面的training data training training的 validation的跟test的 改到training validation跟test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就把樣本分成三個 我把樣本分成三個之後 我先 做一個 summary 注意我是用 注意一下 我是用 training data 來做 模型的建立 我是用training data 來做模型的建立 我不是用 go sample 我用go sample的話 我的測試組的data就會 污染到我的結果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我看到 這邊有個significant level 這個是p值 p值小於0.05 代表是他有顯著水準 那有顯著水準 也許就代表 我們是可以用他的 那我直接跟大家講 你把這樣的語法用完 把所有的data都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 有顯著的variable 就是gender rate 這些等等等 好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代表是說 這個 我現在其實在做 篩選 變數選擇 這個過程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現在做這個過程 好 所以 樣本修正我們就不做了 那我們最後 得到的 一個 model 就是 我在training data裡面 然後用這幾個 我剛剛選到的variable 去做一個 final model 這是我的final model 然後我可以用predict的這個函數 把final model 然後拿來在validation 跟test test data裡面 去做預測 所以我就會得到一個 validation的predict值 跟一個 test data的predict值 好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我現在先在validation的data裡面 我先畫一個 ROC曲線 這個ROC曲線 大家 在畫的時候 這個你可以print出它 它其實是 它告訴我的是 這個area undercurve 是0.7786 我把它plot出來好了 這是我的ROC曲線 這個ROC曲線 是衡量 我們這個predict值 跟lvd 它有多準的一個圖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這邊不詳細去介紹這個圖 它的原理是什麼 就是怎麼去運算出這個的 我不去介紹 你們只要把它當作是一個指標 這樣就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然後 我現在 知道這個指標之後 我可能要在validation set上面 選一個 最 最佳的 cut point 選一個最佳的cut point 用validation set data 選的最佳的cut point 注意 這個最佳的cut point 它 是多少 是我根據validation data 來選的 好 那這個結果 我就要直接apply到test data裡面 我不能夠說 我在test data 再選一個更好的cut point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最後 我就可以在我的test data裡面 根據我test data predict值大於bestcut point 這叫positive sample 你把它想成 這就是covid-19的那個 快篩的positive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個可能是PCR的結果 好 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最終的result 我的test data 的AUC是0.77722 Sentivity是74% Specificity是60% 這樣懂我意思 這是我最終的準確度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過程 你可以回家 run過一次 你需要 你要有幾個重要的概念 你的重要概念就是 你的重要概念就是 我們現在要做 這個 人工智慧模型 需要分成training set validating set 跟test set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然後 你的 預測函數損失函數 跟t2相當法的組合 是用在 training set 的喔 你不能拿去用在test set 真是很重要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接著 你在 validating set 上面 你要決定一個最佳模型 你現在手上有的模型很少 你還沒有幾個 模型可以去選擇 你之後 反正我們要上課上到 學期末 對不對 到學期末你會發現 你手上有 十幾種 模型可以用 因為每一節課教一個 教到最後一節課 就有一堆啦 對不對 更換我 我好像還有一節課 我一次會教三個模型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你手上有這麼多模型 你要決定用哪一個模型呢 你可能就用 verdating set來決定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最後你才能夠說 所以說我的AI模型準確度 是多少 這樣懂我意思 好 那我們今天基本上上課 就上到這裡 那大家有沒有問題 好沒有人有任何問題 大家想下課 那我們今天就上課 那我們今天就上課